Lio聊四季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馬來人 這一場比賽是Default的比賽 Default的非洲臨終空地 它的魚池 魚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哇 這個開局不得了了 這個怎麼一開局兩個人 共享魚池呢 哇 這應該是我們頻道裡 遊牧比賽的類型中 第一次遇到這種 超級近距離開局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選手的部分 馬來人是GL的Dauter Dauter他是元老級的玩家 他已經歲數好像快要 很大 爺爺等級的 Dauter他的打法 以前是經濟流打法 非常的厲害 得獎武術的打法 現在Ryper 也是有這種機器型打法 去壓制對手 反手反擊 是 Dauter他的打法 現在是比較多元化一點 不再是只有經濟型打法 很多大招特攻戰術 他都是有研究過的 好 那塔套呢 是選擇了中國人 塔套這位玩家 他也算是經濟型玩家 因為其實在這個 世紀力國的職業拳手裡面 經濟型打法是主流的 其他打法都是比較 雜技型 雜技型 因為沒有辦法那麼穩定 每次用就可以勝率高達50%以上 有點看情況 跟雙方的文明跟 對方是對手是誰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這邊的特色 是漁船 有漁網三倍漏量 但這張地圖基本上是不會去下漁船的 所以馬來人這邊是稍微捕魚 但是馬來人這裡有個特點 是可以在這個漁池蓋碼頭 然後照自己的銀罐技術 海上霸子 就可以讓這個碼頭自動射箭 所以Dauter在這邊選馬來人 是有這個銀罐的小小的空圖優勢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還是他的升級速度比較快 升級速度很快 可以用這個時代優勢進行壓制敵人 而且他的步兵鎧甲是免費給的 所以在前期可以轉這個棒棒 或是打這個爪刀勢 進行前期的壓制 後期也可以打出這個便宜的毛相夫 那毛相夫呢 聽說下一版會稍微變成 折扣沒那麼多了 所以大家想要玩便宜的毛相夫的話 要趕快趁現在 我記得他們解5%而已 那馬來人後期也可以打強弩大象 步兵 火炮 還有這個巨型投資 都可以用 那打法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全面性的 沒有太大的弱點 那看一下中國人 那中國人這裡最大的特色 不好意思 順便再講一下 馬來他這個騎士比較弱 沒有這個三級馬卡 二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所以稍微弱了一點點 那騎士算是他的最大的弱點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的話 這邊是開局村民會比較多 在遊牧地圖的時候可以看到 這邊村民領先的數量非常明顯 十三村啊 哇 對十一村 村民領先兩村的中國 是一個好中國 通常只能領先一村 或是一村半 能領先到兩村 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到頭這邊已經看到對手 兩邊在互相摸魚 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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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是正常摸魚路線 那經濟呢 看起來是 都是一樣打法 都是先去摸魚先 好 那中國呢 算是一個全能的文明了 就是他想打什麼都可以喔 但是都沒有特殊能力喔 可以打重裝騎士 也可以打重裝駱駝 可以打長目 也可以打擊兵 但是都沒有特殊能力 都是正攻三攻三防 那他也沒有這個大遊俠 所以後期當馬五的情況下 只能打這個駱駝 刻住對方的這個遊俠部分 那以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他的科技線前起是非常充足的 但是後期沒有火炮沒有火槍喔 那後期需要一些特殊情況轉兵死 會打得比較無力一點 那可能最終呢 還是要靠自己的中國聯奴 作為主力喔 加上大衝車啊 洛馬啊 或者是重裝騎士駱駝 進行反制喔 會比較好 那對上馬來人的情況呢 可能還是要先打這個中國聯奴 去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又要防止對方馬來人的強奴啊 或者是這個爪刀勇士 中國聯奴 中國聯奴 或是一般的強奴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他到這邊升級1分半左右 可以已經升上去了 打一個18村 那道德這邊呢 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因為他這邊村民是稍微少 中國兩村 但是這邊升級速度會很快 好 那道德這邊趕快 拉了很多村民 趕快圍這個圍牆 唉唷 敲下去 這兩村本來想來搞事 結果搞一搞自己被追殺啦 好 後面這裡想要把自己圍起來嗎 好 圍起來 好 這裡再圍一下 好 下面這個趕快拉走 左邊這個洞被打破了 好 被打破了就趕快出來 再繼續圍 這個是在秀嗎 一村換兩村 OK 道德現在想完就是 哎呀 這個沒有辦法打破喔 那我就不追 那塔套這邊很明顯是想用這一隻村民喔 去吸引兩隻村民來圍 絞殺這一隻村民 但是沒有辦法 好 那道德 塔套在後方繞過去 蓋了一個軍營 還有蓋了一個馬舅 被迫道德要在後面拉牆 好 這邊被迫拉牆 暫時沒有辦法去 打這個軍事優勢開局 一定要先趕快下軍營 然後下這個馬舅才行 那現在要以防守勢態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要趕快去挖個石頭 插個箭塔防守 然後看要不要直接轉攻兵喔 好 中國這裡是繼續 暗除更多的 這個 軍事單位 槍兵跟漏馬 好 這一隻肉馬 只殺一隻村民 首殺 是由塔套拿下 這邊村民大戰 最終是塔套死了兩村 還是道德死了兩村 好 講錯 塔套這邊是繼續進攻 好 這裡補了一個箭塔 那石頭我繼續挖嗎 OK 來看一下石頭 欸 還差十個石頭 才能再補一根箭塔 現在落馬數量有點多 道德要趕快補軍營耶 這個軍營蓋得有點慢 現在刺猴真的是無雙一直在砍 砍到了三隻村民 那基本上中國人這邊砍到山村 已經是大賺的情況喔 基本上是輸不了了 輸不了 領先山村怎麼輸 好 後面直接補了一個魚池 那道德這邊是有打算要繼續插箭塔嗎 好 塔套中國這邊的想法 是想要用軍事單位去壓制道德 沒有辦法出來正常採集資源喔 所以道德這邊的防守重點 就是要趕快去挖石頭 防守反擊喔 好 這根箭塔 看能不能有機會把它給建起來 好 那一家的 不是那一家 裡面的城鎮中心的狀況 看起來蠻正常的 塔套這邊準備要來生城堡 塞五個人挖金了 現在是14個村民在撈魚 好 那這邊趕快把這個箭塔給建起來 好 這裡收村 只有一隻村民 傷害其實不是很好 好 這個箭塔應該是白蓋了 這個箭塔暫時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好 道德這邊 資資源上是採了一根箭塔之後 停資源繼續撈肉 好 目標還是在城堡賽 好 記得這根箭塔 前期 中國這邊的進攻相當猛烈 而且現在有這個村民上的差距被打出來了 31村對26村 現在中國的資源經濟領先 已經來到7000資源了 哇 7000資源的中國 基本上7000資源是城堡時代的800肉了 好 那中國確實呢 這裡也要補下城堡時代的升級 現在是缺了 沒有缺東西 可以有射箭場 後面還有一個 所以可以升級 好 道德這邊是補了一個射箭場 開始要慢慢轉弓兵嘛 但是如果要轉弓兵 是需要 黃金的喔 現在道德的領地裡 沒有半塊黃金可以挖 只有上面這一塊 但是 中國這裡是直接鬼轉後排 好 蓋這個軍事建築物 讓道德沒有辦法 輕易的在這邊挖黃金喔 好 現在尋求黃金 是道德這邊的重點 好 這裡先按個毛兵 反擊一下 對方的 馬弓 肉馬跟這個 弓兵 那現在可能還要按一些槍兵 會比較好 只有毛兵的情況下是 很危險的 好 槍兵趕快過來 擊殺掉一隻殘血的肉馬 好 道德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兩隻村民 老幹 有機會嗎 直接上了 哇 一拳就是對著毛兵 一巴掌拍死了這隻毛兵 笑死 這兩隻村民好兇啊 殘血的村民可以這麼兇的 應該是只有這些職業選手們 各種兇巴巴 好 兩隻公兵 趕快往後啦 現在 暫時沒有辦法跟毛兵對打 肉馬血量其實是滿的 但是後方有槍兵 所以兩邊都不敢輕舉妄動 肉馬要上去打的話 槍兵就會追上 會有點危險 只能路過打下打下 好 毛兵這邊要繼續追公兵喔 好 中國一升上去 趕快先點了二級射 二級射點完之後 才要去升農兵 好 點掉了一隻公兵 還不錯 槍兵順利的也抽掉了一隻肉馬 好 下方黃金框 找個機會出去挖礦一下 好 直接收掉 好 道德跟塔套在後面打架 打得很兇 但是中國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 現在騎士一出來 馬來人 這邊出騎士也不太能打 還是直接鬼轉槍兵呢 但是槍兵的話 遇到攻擊手又打不贏 現在道德有點難受 在完全斷鏡的情況下 只能打槍矛戰術了 好 槍兵繼續按 但是現在連槍兵的升級都點不上去 好 道德直接挖了一根堡出來 直接要摧毀 中國這邊的城鎮中心 來 這邊蓋寶 好 騎士趕快過來 這裡稍微圍起來 犧牲一村 但是後面又有槍兵去防守 騎士這裡 後面過來 好 這裡工兵 趕快反擊一下這邊的蓋寶村民 到底是不是要死個幾村 才能把這根堡蓋起來了 那應該是屬於公安事件了 好 蓋完城堡之後死了兩村 好 投石車也來了 投石車砸一下這邊撈予的村民 好 看到投石車了 趕快撤趕快撤 好 可以開始轉出爪刀泳士 有爪刀的話 暫時就不會打輸了 但是打騎士還是有點痛苦的 至少要三隻爪刀打一隻騎士 才比較有效率的去解決敵方單位 好 到這裏黃金 趕快找個機會補下城堡中心 在這個位置 好 城堡中心已經燒起來了 每一發都是20滴血 也沒有點下一擊射 傷害稍微差了一些些 好 爪打數量越來越多 中國這裡一定要轉強奴 或者是轉中國聯奴 強奴的話 奴兵的話 還是比較容易成型的 好 這裡毛兵 待會要找個機會去升級嗎 好 爪刀現在13隻 好 攻兵現在有這個射程優勢 趕快壓制 好 後方爪刀找到了 三隻村民 趕快趕快趕快 欸 沒有看到嗎 這個爪刀怎麼就這樣子 欸呀 欸 有看到 哇 這山村應該是 逃不掉 一刀 兩刀 三刀 四刀 五刀山村 三刀 好 正面爪刀也是衝過去 拆掉了頭石側 現在看起來 道討有點反轉的跡象喔 好 這裡用勝率遭翔一下 但是工兵第一時間 把勝率給點掉了 爪刀直接無情上前輸出 也不管了 這個情況就是指揮往前 好 那看起來 道討是 但是沒有辦法繼續轉出更多的防守單位出來了 你一定要繼續按這個馬來的爪刀勇士 那防守單位的話這邊可以考慮按一個戰毛兵之類的 純靠爪刀的話攻兵數量依序起來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邊暫時用爪刀防守 待會還是要轉個戰毛或是轉個弩兵 對道德的節奏來說會稍微好一點 好爪刀先暫時擋一下騎士 騎士的體質是真的好 好難打 三隻爪刀可能還打不贏一隻騎士 這裡趕快收村 爪刀出來 稍微打一下 聖侶過來招翔 完蛋又要再十一村 這個騎士直接往裡面繞了 這個要稍微圍一下 好再圍 再圍 OK 那這邊註定要被招翔 招一個血多的如何 哇 結果招殘血了 刀 塞刀有機會嗎 裡面的聰明是滿的 聖侶沒有辦法住進這個瞭望塔 OK 但是還是招翔到一隻騎士就是賺了 好 現在中國也是把城鎮東西往上開 那現在道特還是有這個腹地的優勢 後面這個廣闊的區域都是他的領土 現在道特要趕快從下面 慢慢這邊中間擴展出去會比較好 好 果然爪刀遇到奴兵還是沒有辦法 真的不轉戰矛嗎 或是奴兵 這個有點難受啊 爪刀遇到奴兵 不好打 除非你的爪刀過多 好 聖侶刀翔 能招到嗎 有 招到了一隻奴兵 好 爪刀這邊多線 好 塔套 這裡趕快補下房子 好 現在到處都有守軍在 好 到這邊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抓到送光了 好 右邊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是4TC開農 現在看到中國 這裡也是4TC開農 兩邊都是4TC 存屬差不多 但是中國依舊還有這個主動權 這個奴兵也不出個戰矛 只用爪刀解 這是解到頭破血流 而且非洲臨終空地 有很多這種魚池的地方 東邊這個路都可以讓工兵躲進去 讓爪刀的輸出 攻擊範圍變得很小 哇 哇 又被貼到 而且有彈道血 死了好幾村 哇哇哇 這個爪刀很難打 神鋁 直接點掉 好 拉打 躲這個洞 好 直接把TC給取消掉 那DOT有點虧 但是為了輸出環境 只能把這個城鎮中心取消掉 這個就是工兵在這張地圖裡 一個小小的優勢 也不能說小小的優勢 優勢非常大 好 但是DOT依舊是不屈不牢 還是選擇轉出爪刀 好 按了一台投石車 稍微防守一下 好 上方有一坨DOT怎麼被屠殺了一大堆的村民 這裡直接被射破 吐了一波 這裡村民死傷數來到了28 哇 村民差距被打了出來 當DOT在專性處理這一坨工兵的時候 塔操直接一個多線 屠殺了伐木區的村民 哇 道特這裡損失慘重 村民數差距被打了出來 82村對上56村 好 爪刀 現在數量還不是很多 23隻 暗刀特這邊又在嘗試壓寶 東國這邊有一根城堡資源 但是沒有機會可以把城堡蓋出來 結果投石車直接被點掉 好 處理一下 投個一發 哇 砸下去 爪刀這裡 輸出很快 工兵這邊被貼 有機會撿得掉嗎 爪刀的傷害非常的痛 因為攻擊速度夠快 所以看起來傷害非常的 DPS非常高啊 哇 看起來 看起來 塔操這裡有點尷尬 這裡 這裡沒有騎士嗎 沒有騎士能坦 完了 只有工兵 工兵數量也不夠多 奧特這邊的爪刀OE一波 支援全部快要歸零 上位數支援只有石頭 哇 奧特這邊支援用得非常極限 奧特很清楚 自己的伐木石被塗了一大堆 這一波要是打不出任何的優勢出來 那這裡一定是要打出GG喔 這根寶確實也空到了兩個城鎮中心 這裡稍微補正一下經濟的部分 但是只拆掉城鎮中心 沒有拆掉村民喔 這個經濟差距還是被打出來 好 到了這邊稍微 又看到下面有新的城堡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這根城堡蓋好 好 後面的狀況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奧特往左邊衝一下 看到中國這裡 後方的村民非常大量 裡面的守軍基本上是沒有 但是這邊收村打爪刀速度很快喔 每一發都是一隻爪刀 好 工兵單位也過來救一下 好 這裡用工兵且爪刀 還是很有效率的 但是後面有更多爪刀過來 好 爪刀速量是真的很容量產起來 好 這裡終於補下了一攻 稍微提升一下爪刀的傷害 好 押忍車趕快抽 現在爪刀的傷害呢 現在是 7加1的傷害 一下8滴 那如果再點下2攻的話 打村民就比較好打了 因為村民是40滴血 現在要9滴的話 再點掉這個近戰預防 有2攻的話 打村民只要5下 現在打村民都是要6下的情況 那這2攻也是相當不好點 好 現在右邊也有一個小打鬥 現在雙方都是各種想要溜兵到後面 抓一些村民 好 結果這個城市中心撐了很久 到時候中國已經順利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爪刀 這裡應該捨不掉 中國連弩的傷害非常高 還有一隻 有機會嗎 哎呀 這我沒辦法 要直接拿村民去打嗎 好 押忍車看一下 這一發差點砸到 好 押忍車繼續壓至城鎮中心 奧特的村民術 終於追上了中國打操 奧特這裡也太強了吧 怎麼打著打著 村民突然反操中國了 雖然中國這邊是因為生時代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反而會稍微下降一點點 已經升級的城鎮中心是不能按村民的 好 這裡想要拍掉中國連弩 但沒有機會 這是順利拆掉了城鎮中心 中國這邊上帝王時代 可以選擇打強奴 中國連弩 或是騎士 都是對應現在的馬來的兵種 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奴炮這個單位在實戰中來說 沒有太多的前排坦住的話 奴炮的防守效果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好 中國連弩 數量又被燒減 消減掉了幾隻 剩下 11隻左右的數量而已 好 右側這裡又一個小打鬥 中國連弩又抓到了道特的一些村民 道特這邊的城鎮中心一直在補 好 升到帝王時代中國 點下了三級射 哇 這幾隻弓兵一直在射 沒有辦法打 但是左邊又有更多的爪刀進來 猴子車也進來了 下方猴子車趕快回首一下 上方這一坨弓兵走了進去 直接從這裡往上走 走到了後方 好 但是這一坨爪刀也是做到一點事情 被盜塵被迫 這邊要收村走掉 好 這裡TC3很高 有三級射了 不能開玩笑 哇 很痛 找到完全扛不住城鎮中心的傷害 好 這裡又找到一波機會 讓中國下方這裡需要收村 好 臭民宿又開始被往下拉了一點 98對103 中國點下了映龍 1金 1石 好 這一坨弓兵 暫時解不掉 道特這邊村民宿也死是死傷慘狀 但是頭死車一發砸下去 頭死車拯救世界 最後只剩下一隻弓兵活了下來 但是道特的村民宿也是死傷非常多 哇 這張地圖真的是一直在打架 遊牧地形就是很容易這樣子 一直打一直爽 從頭打到尾 訓練自己的打架實力的話 遊牧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下方這裡 防守有點困難了 現在中國家裡的問題有點大 打爪刀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去解決 打這個奴兵跟中國連奴數量不夠多 又解不太掉 好 但是這邊囤了三台巨頭 喔 要來拆城堡了 那這裡要趕快駐守大量的中國連奴防守囉 或是趕快逐城戰法 趕快把這個巨型頭死機正面的路給堵死 爭取一些時間 好 但是道特這裡還在繼續猛攻當中 沒有打算要放過中國這裡後排的經濟 好 馬來這裡點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1分45秒 下方的城的中心補了一個新的 好 經濟開始往右側重心轉移了 現在左邊經濟大部分都是伐木而已 農田其實也不是很多 主要的木頭都是在左邊 那右側這邊可以趕快灑一些農田 好 現在的情況看起來 馬來人 道特 帝王時代以及點下 還是要繼續走爪刀路線 那現在塔上這邊的強弩升級 沒有機會升上去 RO is go 好 但是化學呢 化學是不是忘記補了 哇 那待會還要先補化學 再補強弩了 好 這邊趕快點掉 好 現在看起來道特是 轉爪刀 然後有可能會轉大象啊 其實打爪刀後期轉大象的這個 節奏是相當舒服的 因為這個資源量跟打爪刀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可以看到道特這邊細節喔 63個人在吃肉 好 直接上爪刀勇士精銳升級 好 城市中心 看起來是要倒了 好 中國中心補下化學 精銳升上去 血量直接補了10滴血 精銳爪刀開始有點坦度了 遠防也來到了5點 槍弩射一下的話是5滴血 所以打一下的話至少也要8下 才能射死一隻爪刀 好 馬來這邊三攻也補下了 攻擊力直接補上 好 現在右側也有少量爪刀 一直在追逐 道特這邊爪刀 讓中國這裡有點尷尬 加拿來防守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擋下 這裡補了非常多的劍塔 作為進行防守 因為這裡爪刀一直在沖農田跟伐木區 好 這裡11隻 攻兵 攻兵 開始慢慢成型了 難道要從左邊這裡要進發了嗎 但是右邊的地圖也快要順勢拿下了 基本上右邊一直在開池塘 補魚 補得很開心 中國這邊的單位與動物要成型了 連奴 加上強奴 找到這邊要守四層的東西嗎 不要 勸責收村我就跑 好 中國開始有抵擋的趨勢出現了 哇 這裡又一個強奴走了進來 好 道特在後方繼續進攻 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 遇到爪道過來 能夠擋住嗎 好 先拆巨型投司機 後面城堡修了起來 第一時間抓掉三台巨型投司機 後方的這部連奴 拉打一下 OK 直接抓到非常快速 好 更多的爪道過來下水餃 好 爪道還是有即殺掉幾隻弓兵喔 看起來抓到真的是便宜啊 小夠短啊 好 現在等一下輪走了 道特這邊經濟稍微補正一下 現在連二級伐木都沒有 經濟其實有點慘 好 這裡收村 下方這裡補些房子 中國經濟又回到了正軌 來到了123村 道特在下方有一個新的計謀 好 想要控制下方的墓區 這裡黃金化沒有控到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這一坨強弩 終於抓到解掉了 OK 中國終於轉出了青騎兵 這樣到了後面 就會很好騷擾了 好 青騎兵開始偷玩幾隻 中間的主力部隊 開始又在步步推進了 好 巨型投資機 要再繼續補 OK 後面有再補 繼續攻城 好 道特直接 要來進攻裡面的主要基地 這裡農田 要是能控得下來 中國就沒有太多肉 可以投資在肉碼上 還有科技上 好 但是現在道特在右邊 也被進攻當中 現在走人口數來說 道特村民數是偏少的 經濟來說並不是很好 中國反而是有村民上的優勢 人口一直維持在182村 道特在110村左右而已 人口數真的是差太多了 道特這邊抓到兩隻只算一個人口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人口 但是村民數一直沒有辦法穩定起來 一直在打架 好 這裡強奴 應該是可以拿下這一次的城堡了 這個城堡應該守不住了 道特這邊點下了縱火技術 我要打算直接手撕城鎮中心了 縱火技術一好 準備要來拆了嗎 道特現在村民數只剩下99村 道特這邊有個細節 他一片田都沒有灑 肉全靠撈魚 把這個肉給撈起來 好 中國這邊 嗚~~ 塔超這邊關本獸 直接把爪道關在這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OK 這一波爪道直接被沈奧中之鎮 爪斗勇士沒有打算要守屍城鎮中心 縱火技術點下之後 沒有一個大進攻 還在繼續打更多的游擊戰 好 後方的強奴已經走到這麼深處了 從哪裡來的 好 現在道特 家裡四處都在被騷擾當中 右側也有少量的強奴去找黃金黃村民 巨型偷使機 再來拆除附近的城鎮中心 好 後方爪道這裡也在繼續抱爪道 想要給塔套這邊後方的經濟一些傷害 好 中國看起來是比較有優勢的那一方 現在道特看起來是不太好 馬來的村民處一直在100村左右 巨型偷使機一直在推進當中 這一波爪道很關鍵 要是沒有抓掉中國這一坨弓兵的話 可能就要GG了 好 左右邊 這個巨型偷使機已經拆掉了城堡 好 強奴開始拉扯 爪刀往前 後方想要來個前後包夾 這一坨強奴有機會包得掉嗎 中國點下了銀罐長城技術 還有大型箭塔 增加一下箭塔的血量 哇 這坨強奴最後還是被包掉了 道特最後還是成功的 攻下了這坨強奴 好 巨型偷使機這裡要趕快按 大時間塔一個一個 把慢慢拆除當中 上方找到喔 還在繼續暴殘 馬來這裡繼續撈魚 補星的神人中心 是為了有更多村民可以出來撈魚 而不是出來種田 打到了一個小時後 一級農也沒有點 好 道特點下了二級射 好 爪刀過來防守一下 這裡肉馬打村民 好 爪刀已經直接衝進去大型箭塔裡 不管了 哇 這裡被迫全部的村民收村 收到大型箭塔裡 中國這裡的經濟稍微有點尷尬 難道要翻盤了嗎 感覺馬來這邊節奏開始漸漸轉好 有機會喔 這一坨區域拿下 機會非常大 好 馬來點下了三級射 但是沒有彈道學 好 正面這一坨肉馬配上強奴 這裡能夠順利進攻嗎 這裡還是要嘗試包夾一下 好 這一坨很關鍵 要是中國這一坨被打倒的話 可能就沒救了 到這邊也是 這一坨要是解不掉 要狙的可能會是自己 兩邊都很緊張 好 後方有蓋城堡 但還是被抓到了嗎 這張城堡好像沒有辦法蓋好 好 爪刀過去救一下 99.18 道德寶 親自表演 這天 道德直接打出了聚集 我們恭喜 塔套中國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一把比賽 出了500多隻的爪刀 這個爪刀數量應該是 很少見的數量 OK 打到500多隻的爪刀 兩三百就極限了 打到500多隻啊 那後面 道德這邊是這根寶 上臉的道德寶應該是心太炸裂了 那中間這一坨 確實也不好解 長龍數量來到了40隻了 而且後方的這一坨爪刀 還要再搭配前線 做一個包夾才有機會了 去夾得掉 那左邊這裡的爪刀數量也不多 後面的清奇兵數量反而很多 12隻的數量 巨型投資機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左邊這一塊區域拿不下來 感覺道德有點太堅持 一定要把這裡拿下來 如果把這個重心往轉打 這個後方這個區域 可能會更好一點 也說不定 但這個只是我個人的見解 並不是一定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中國人拿到了 經濟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快要7000資源 這個經濟非常好 食物的話還是輸給了馬來 馬來這邊是專心採肉 撈這個魚 以及農夫沒有點 木材是中國人拿的比較多 畢竟是出中國聯弩 跟巨型投資機 牆武都是需要大量木頭跟黃金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一會兒 ��編 我們下個訓 我們下一個大 EHR 我們下一個人去做 我們下個貓 再一個師傅 我們下一個人去 neben